然后另外这边也可以把它改成输入的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个公式 还有就是说公式部分的话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我不用LAPT 我其实可以怎么样 在这里面把LAPT改成或 因为台北市或台北县 那就两个 特别注意这个是在END里面 加上什么 一个条件之后 在里面怎么样 输入一个或 OK 所以这样的输入方法的话 当然你可以 直接输入的话也可以 直接输入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输入这个END的刮弧 第一个条件 逗点 第二个条件的话 记得就是 就是先偶尔 然后里面在 变成偶尔里面还要在两个条件 输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因为之前有同学 这个地方就卡住了 但没有那么复杂 但做完之后 你得过打勾之后 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OK的 这个是删除 这个是我刚刚贴上 OK 那这个地方可以再做修改 那还有就是说 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改成什么 输入这个公式过来 这个我想刚刚有做过了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练习看看 那还有制定函数 这个 是不是里面成 安养中心函数 可以这个再看一下 那 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不符合条件的部分 删除的话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刚刚这个 删除列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当范本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删除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把它Ctrl C 然后呢 Ctrl V贴上 比如说我今天要留下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社工人员好了 那当然如果要慢慢去删这东西的话 那可以排序啦 如果排序你又乱掉 你要再重新再排一次 然后用筛选 可能又要再 那如果说你可以自己写一个VBA 就直接删掉就好了 这个跟你平常作业 其实是相吻合的话 那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就是直接把这个地方 刚刚的删除列贴上 不过特别注意 那个名称不能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你刚刚我那个一样的名称的话 如果你把它执行 就是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如果只要看到一样的名称 它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你就把名称 比如说我要删除 不符合标准的列好了 然后等等 就是这样的一个名称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删呢 那我要从 这个一定不是13 那是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看 可是问题 你可以用侦测 Ctrl向下 抓到这个 那这个写法前面也写过了 所以你可以 抓到最下面那一列 那最下面那一列的话呢 你把这个13 干脆从哪一个开始增测 你可以从A4开始往下增测 那这个写法我前面有写过了 你可以直接打一个range 用那个range物件 向下去追踪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打个A4 然后向下点end 这个前面写过了 刮弧 然后向下 XL down 在后刮弧 点什么呢 点Row 去抓到它是哪一列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把这个写上去之后 就是range向下追踪的话 它会追踪到就是我们的那个33列 那33列到第几列 第五列 所以你这个地方把它改成5就可以了 33到5 然后呢 如果里面的话呢 我要把那个不符合标准 所以把这个不符合标准删掉的话 那这个地方 我就把这个不符合标准 直接复制一下 贴过来好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还要改什么呢 改哪一栏 F栏 它这个预设是在K栏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就按下去吗 当然不是 记得怎么样呢 复制一个 不然的话你按下去 就没办法回头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不可逆的 然后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什么 不符合标准 因为我要留的就是符合标准 因为我要去拜访这些 这些人 OK 然后把它试一下 知心过 有没有 马上就符合标准了 其实很快一下就可以 做出你要的效果出来了 OK 好 那其他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刚刚的那个 我们删除列的一个练习 另外这个VBN 你也可以改成用公式的方法 那还有就是说 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如果我今天 这些资料 也许 我是一个 假设我是一个社工人 或者是我今天有会员资料 好了 那我希望能够 跳出一个表单 这个前面也做过了 所以请各位也要复习一下 不过呢 可能第一个问题说 大部分的资料 都要填 可是户籍地的话 其实如果你户籍地 让它填 有的时候其实还不太方便 最好是可以用下拉式选单 那我怎么样 产生一个下拉式选单呢 基本上 最好当然你有原来的资料 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 那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假如我要产生 这个户籍地里面的那个 就是到底这里面 有哪些限制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比如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刚刚的户籍地贴上 然后利用什么呢 资料里面 有一个叫做移除重复 把这个移除重复 按确定有标题嘛 这个时候的话 就留下我要的 假设我今天 下拉式清单 希望能够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地方该怎么 最好是 可以当我启动表单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输入什么 身份字号 姓名 生日 那这个年龄不用了 因为年龄它可以 将来可以自动产生 再来就户籍地 户籍地用下拉的 那老人今天呢 也可以自动产生 因为你有这些资料之后 就可以算出结果 那我希望 这四个栏位 是借由使用者帮我完成 这两个栏位 是借由程式自动帮我做出来 那该怎么做 OK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那个删除列的复习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个表单的部分 因为表单前面有做过 可是同学可能还不是那么成熟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